然后呢 今天就为大家分享一下 Fintech一些出海的一些趋势 以及分不同国家的一些趋势 还有通过Facebook广告出海的解决方案 然后呢 这个内容主要是 就是我们今年和Brunch一起发布了一个 金融科技行业白皮书1.0 然后主要内容是参考白皮书的内容 金总 您这边好了 就随时可以开始 谢谢 好的 好的 那首先感谢李源 过来给我们做专业的分享 然后待会儿你要翻页 你就说下一页 因为我都在线 好 那后面时间就交给你 好的 好的 谢谢 好啊 下一页 我们看到其实刚刚Ray也分享 其实金融呢 就是已经在颠覆传统 就是金融科技已经在颠覆传统金融 它的效率成本以及用户体验相比传统的金融 其实都要比好一些 那金融的话 金融科技到底怎么定义呢 其实很多人可能还是有点觉得模糊不清 那它的英文就是 可以下一页 谢谢 那它的英文就是 Financial Technology 也简称 FinTech 那它其实是结合传统金融服务 以及结合科技的一些手段 去提供金融服务的这个产品和服务 那未来其实不会那么区分于金融科技 或者是传统金融 它整个金融都在向 FinTech方向去发展 那它依赖的技术主要是大数据 区块链 语音计算等等 下一页 听得到吗 下一页 大家听得到吗 好 那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三大块内容 一就是金融行业的细分赛道有哪些 以及它在不同国家地区 分别是什么样的趋势和表现 然后第三个就是金融科技的出海解决方案 那我们来先看第一个细分赛道 根据最新的CB Insight独角兽名单中 有86家来自于金融科技领域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 那主要我们看 喂 喂 哈喽喽 稍等 不好意思 我刚才可能是我网络问题 大家觉得卡吗 就是刚才那一下 现在好了 现在好了 如果没问题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 就万一那个 好 现在已经好了 好的 那就麻烦金总这边挪到第六页 好的 好的 那就是刚有提到 就是其实在CB Insight最新的独角兽名单中 有86家是金融科技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数字 那我们看到就是金融科技行业的四个主要大的细分赛道 分别是数字银行 数字支付 投资平台 还有消费金融 那我们来看下一页第一个细分赛道 数字银行 那数字银行它就是通过就是金融机构通过在线方式提供金融服务的这种平台 那它最大特点就是不像传统银行一样要依赖于实体分行网点 以及因为它是以数字网络为核心 跟用户的服务呢也是更加制定化和互动化的 我们自己使用银行APP就会知道 它其实是很针对个人的一个体验 那它数字银行之所以能够很大发展 一部分是因为互联网降低了触达客户的成本 还有就是像传统一些银行就是很多很偏远的地区 覆盖不到或者覆盖不到的人群 那数字银行也可以覆盖得到 代表的话下一页代表的公司有VLab Bank 它是一家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授权的虚拟银行 然后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强大的移动APP和5号码借记卡 这是一个创新 然后这也是基于对于用户体验和数据安全而设计的 这会也会是之后的数字银行的一个发展方向 下一页第二大类是数字支付 那数字支付其实我们日常也很容易就是接触得到 比如说像支付宝啊微信啊 或者海外也有很多人使用Apple Pay Samsung Pay等等 那它就可以支持消费者通过在线的方式购买商品和 进行服务费的交易等等 那根据麦肯锡最新报告呢 就是全球的现金使用量都有很大幅的下降 也就意味着就是数字支付平台会进一步发展 下一页 那我们可以看一看麦肯锡最新报告就是 关于对现金使用量的十年前获得对比的一个数字 那左边这一列是十年前的现金使用量 右边是去年2020年的使用量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兴市场 十年以前其实几乎都是接近百分之百的现金使用量 那到去年有很大幅下降 然后以中国为代表新兴市场呢 降低到41% 那我们看下面是成熟市场 比如说像欧美发达国家 还有日韩在内的国家等等 它其实十年以前相比于新兴市场来说 现金量已经相对于低很多 那像除了日本韩国以外 其他的都接近百分之五十 在去年有进一步的下降 然后除了日本以外都在百分之四十以下 瑞典荷兰等地区也在百分之十五以下 那我们看到新冠疫情可能进一步导致现金使用量下降 也就是说支付线上支付还会进一步发展下一页 那代表的话 我们看到有印度尼西亚有一家公司叫Dana 是一个数字钱包 它可以支持无现金无卡支付等等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了解一下 那第三大类下一页 第三大类的西分赛道是数字投资平台 那数字投资平台就是顾名思义 就是通过在线方式进行投资理财的产品 传统金融的这种产品呢 因为它是面向专业投资者 门槛比较高 数字投资平台呢 就是因为它大部分是通过手机APP 然后就是交互的话比较友好 以及手续费比较低 就是面对像我们这种普罗大众提供的一个投资平台 我们知道去年的时候 美股经历了很大的波动 有几次熔断 然后在科技股带动下又有很大的涨幅 到去年12月底创了新高 然后因为疫情的原因 居家概念相关的科技股也涨得比较快 以及去年比特币也突破2万美元大关 那就是一系列的这种投资理财的一些好的消息 就让很多人都开始关注投资理财 那根据IP&E最新的统计显示 从去年开始很多国家用户 在理财类产品的实用时长都有很大的涨幅 其中像美国韩国加拿大等地方都超过100% 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就证明着很多用户就是会把时间花在这个理财类的产品上面 下一页 那代表的就是比较著名的就是富途牛牛 它是腾讯战略投资下面的一家上市公司 富途下面的子公司 那它就是比较一款综合的金融服务的产品 包括提供美股港股等服务 也有数据分析帮助用户进行投资理财抉择 同时还提供一些财经资讯和社区等功能 下一页 第四类就是消费金融 消费金融就是以消费为目的的贷款的这种产品 它包括消费贷和现金贷 那其实呢这种先享后付的这种服务 它不是一个最近才有的一个服务 但是在疫情期间有了很大的发展 它的这个业务模式呢 就是用户可以把自己的银行卡 和他们这种平台的账户关联 然后去申请这个信用贷款 如果通过商家进行信用审核以后 才会决定用户的使用额度 那用户就可以拿着这个额度 在支持该服务的商家进行分期付款 然后它的特点就是一般没有手续费 以及它的单笔售性额度小 审批比较快等等 那看下一页 代表的公司就是有一家是叫Atom 它总部位于新加坡 然后它特点是有结合了AI技术的这么一个公司 那因为它跟很多品牌和零销商 零售商都有服务 它一方面就可以帮助用户减少购物压力 同时它拥有海量的数据还有技术 可以帮助品牌商或者零售商 提高它的营业额课单价以及复购率 那在这里的话 以上我们今天分享了四个细分赛道 它分别是数字银行 数字支付 数字投资平台 还有消费金融 那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再提一下数字货币 也是一个发展比较好的一个行业 那数字货币的话 它主要是 现在通常主要是交易所 还有数字钱包 那交易所的话 它的产品服务 有以下三点 比如说有首次发币 币币交易 或者法币数字币转化等等 那数字钱包它提供服务 主要是转移加密资金 当然就是更多的 crypto相关的一些资讯和政策 我们会在之后 我们新的白皮书和行业报告中会 为大家进行分享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的最新的crypto的一些policy 如果之后有问题 大家可以提出 我们能回答 也会尽量为大家回答 那下一页 我们接下来讲一下 就是金融科技在不同国家地区的表现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金融科技在全球都有很大的发展 但是因为不同国家 它本来的一个背景 历史背景不一样 它擅长的 它发展的阶段 或者擅长的一个细分品类也不一样 那我们看到 东南亚和非洲主要是 在消费金融和数字支付领域发展比较快 那南美洲呢 因为它早期金融建设 其实相对落后国际水平 那最近几年我们看到 它的数字银行业务有很大的发展 欧美国家 我们知道因为它的传统金融体系 一直比较成熟嘛 所以它就很快的试用互联网 那数字银行 数字支付 其实是它的一个基建 然后在欧美国家 因为大家就是对于理财的这种概念 也会更加的 更加的就是有这个概念吧 所以它的数字投资平台增长比较快 下一页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全球市场 Fintech渗透率的情况 根据2019年的数据 我们看到美国是排名第一 它的渗透率是41% 值得关注的是南非排名第二 它渗透率34% 这也是一个比算是一个 一个惊人的数字 那还有像拉美地区的墨西哥 它排名第四是31% 那南非和墨西哥 这都是我们 比较关注的市场 下一页 我们来深入看一下南美市场 其实南美市场 它我们刚有提到 它的之前的一些基建 其实都相比相对来说 比较落后 也比较传统 那他们传统金融服务呢 其实一直是 寡头垄断的局面 那最近几年来 也是随着全球金融加速 他们也有一些发展 其中巴西是 作为他们的一个经济实力强国 那出现了很多这种金融科技的一些初创公司 那巴西的话 他们发展比较快的一些细分领域呢 主要是信贷 银行 保险等等 巴西的一家代表的金融机构 就是New Bank 它提供数字银行 虚拟信用卡等服务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关注一下 然后这也是一家 南美洲的独角兽的Fintech公司 那下一页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财务应用 在全球下载量和实用时长的一个情况 我们看到 根据去年的数据来看 南美地区是下载量和实用时长同比增长最快的地区 我们看左边的一个图表 以阿根廷为代表 它的下载量超过 同比增长超过80% 那相比来说 在亚太地区 欧洲地区的下载量 其实远低于它 甚至在20%左右或者以下 那使用时长的话 阿根廷增长超过100% 然后其他的美洲地区增长相对也是比较高 在亚太和欧洲也有很大幅增长 但是相对于要低于美洲 好的 下一页 那当然我下一页是我们会即将讲一下 我们的出海解决方案 不过在此我们想要提一下 就是说在出海的话 Fintech遇到有哪些挑战和机遇 那我们看到就是 因为其实Fintech出海 印度是一个还是一个比较重的市场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新冠疫情 其实对印度打击是 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因此呢也会就是影响印度卢比的一个贬值的情况 那么Fintech出海的话 就要考虑到它就要考虑到它的这个货币的一个汇率啊 变动情况来管理好就是成本看亏损方面的一些管理吧 然后那我们还有看到就是因为疫情的话 就是会导致印度这边因为它会限制很多公众娱乐活动啊等等 也会导致失业率的情况 那就也有可能会造成一些金融类APP上用户的违约率的情况 这也是大家可以关注的一个点 那当然有危机也有机会 那在Fintech方面的话 我们看到机遇就是说一些产品会有一些新的方向的迭代 主要是以下三个类别 那在消费金融的话 消费金融如果提升 就是简化你的申请流程可以提高触达率 那支付类的话 就可以通过一些激励手段来刺激交易行为 然后以及第三类是数字银行 我那个就是PPT跟不上你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一页还是学习翻页 对没关系 我这一页是可以的 那我马上就讲完就是关于未来的一些机会 对第三个就是数字银行及投资类 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方向 因为现在可能未来会有一些像 无论是通胀还是怎么的 那在不稳定时期 数字投资理财数字银行 就是会提供一些安全保障 大家也可以关注 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金融科技出海的 用户获取的解决方案 对那用获取的话 其实第一步就是要确认自己的 增长目标 就是比如说你要清楚 你要做的是什么样产品 如果是现金贷 他擅长是哪些国家 或者是你的产品要针对 什么样的人群 你确认好以后才会有一个 优先级 然后你对于你的用户取就会更精准 下一页 那通过Facebook广告来进行 Fintech进行用户获取呢 我们总结了以下三个阶段的一个广告的一个模型 那在初始阶段呢 我们知道第一步就是要获取用户 对象就是广泛受众 还有lookalike 优化的方式就是购买或者是线索 出价呢 就是自动展出位置是四个位置 衡量方式主要是CPA和IOS 那在中期增长阶段呢 差别就是出价是不是自动 而是建议是成本上限为出价 然后展出位置建议拓展到更多的位置 衡量方式是增量 那中后期是维持阶段 那这个时候差别是在营销对象上 我们建议是选在营销售中以及lookalike 然后出价是混合的自动加成本上限的模式 展出位置是自动 然后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会很关注一个用户的价值 所以衡量方式会看LTV和增量 下一页 那刚刚说第一步是用户获取 那我们最终还是要根据你的商业目标 才来决定你的优化方式 那Facebook AEO产品也叫做App Event Optimization 就是说应用内事件优化 就是说你把用户你打广告给他了 他看到你的广告了 第一步下载 那你最终是希望引导他去你App里面去进行互动 无论是注册还是充值还是怎么样 那可以就是通过Deep Link的形式 点击你的广告跳转到这个界面 那广告主可以通过Facebook SDK App Event API 或者我们的官方合作的一些归音平台 比如Branch的SDK 实现AEO的功能 那AEO的话主要有三个事件 第一个就是换起事件 那Facebook SDK会自动记录安装用户使用时长和应用内消费等一些事件 那第二个就是标准事件 第三个自定义事件是可以关注一下 就是说广告主可以根据你们自己产品的特性 以及你们想要优化的一些事件去自定义去安排你的事件 下一页 那根据FinTech的一些出海的广告 那我们总结了五点 以下五点常见的应用内事件优即转化 那第一个就是安装即活 第二个就是完成注册 第三个是提交个人信息 第四是发起Purchase 就是发起付费购买 然后第五个就是完成购买 就是可以关注一下是这个事件名在我们的归音平台brunch上面和Facebook上面的名字是不一样的 详细信息大家可以去之后扫我们的爱文码去下载我们的白皮书去查看 下一页 那我们知道就是出海投广告用户获取 其实广告创意是非常重要的 它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你的广告效果 以及甚至你的成本 那我们总结了以下五点的广告创意方面的一些经验 第一个就是你要有个性化的信息传递 就是要突出你们自己Fintech产品的一些产品的细节 会让用户觉得跟它比较有关联 第二个就是以转化为导向 那我们知道其实很多如果是像一些传统做广告的人 他们可能会觉得广告创意要比较炫酷或者高大上 但是它可能可以吸引眼球 但它不一定是转化效果比较好 那建议就是广告主这边可以每一次针对广告表现好去做一些测试 比如说它是它的那个call to action 就是那个激励的那个引导行为的那个效果比较好呢 还是说它的一个图片的颜色位置 还是它的一个广告标语 就是可以总结经验 优化把它放到新的广告素材 这样可以提升你的广告效果 第三个就是创意要新鲜 建议每隔几周就换一次广告内容 因为尤其是Fintech的用户群体比较垂直 如果长期投放同样的广告 其实很容易引起视觉疲劳 那么如果实在没有什么更新的内容 那建议可以换一下素材颜色 或者修改设计广告的布局 第四个就是要测试不同广告类型 那如果你的金融产品是比较严谨的严肃的 那可以相对用一些比较传统一点的广告类型 那如果是更加的互动 就是更加的年轻化一点 就可以考虑一些互动一点的广告类型 第五个就是要有连贯的用户体验 你的落地页 主题 图片素材等要一致 这样一方面是给用户一个一致的品牌印象 同时也能够提升你的一个信任感 然后有助于提高你的转化率 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一些分享内容 也就是如果大家对于Fintech Playbook的详细内容有兴趣 也可以扫我们右边这个二维码去下载 然后同时呢 刚刚提到就是关于一些数字货币的一些新的政策 或者内容以及我们刚提到海外的一些蓝海市场的机遇和挑战 我们都会在新的白皮书里面 下半年发布的白皮书里面会有讲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海外营销号 下一页 那顺便就是也提一下 我这边是对接国内这边的科技行业的新客户拓展 包括Fintech 那如果在座的各位有想要出海的广告主 小伙伴们也欢迎与我取得联系 如果通过筛选的广告主 我们可以立刻就会有职客经理对接你们 帮助你们更好的出海获取用户 谢谢大家 好的 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金总 首先感谢李源 我们就是有几个 就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留在那个聊天区 然后正好有几个那个话题 就是我们也简单交流一下 因为这个机会也挺难得的 对 首先就是我也那个介绍一下 就是李源这边现在在香港 然后他会看这个就是Facebook 这个你现在是科技行业新业务拓展 是应该就是不光是金融对吧 应该会更宽一点 对 就是可以理解就是除了电商和游戏这边 我基本上都看 对对 我觉得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说你这边可能会关注的行业 虽然今天可能过来 但我知道其中有一些可能也是 不光是做金融的 就是我觉得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就你会关注的这个行业和方向 对 好的 其实 当然所有广告组只要是符合规则的产品 健康产品我们都是很欢迎的 那么看好的一些 比如说Fintech是一个 以及一些高内购付费的这种产品 也会比较关注 那还有其他的像 因为疫情期间很多居家 那居家相关的一些 健康相关的一些 工具也会比较看好 比如说健身啊 冥想啊 瑜伽啊这些 然后还有像 还有其他的娱乐类的 像其实小说或者是podcast 互动小说这类 还是会一直关注 然后那社交的话 也是会关注的 因为社交其实出海 前段时间在国外也是比较火 那其实因为我们人本质 也是一个就是社交属性的人群嘛 对吧 还有就是 其实基本上都看 对 所以像教育的话 头部厂商出海 我们也是比较关注 所以如果大家有计划想要出海 都欢迎你与我们取得联系 对 然后这边 可能有一个小的那个前提 就留言这边就是 大家如果是新出海 就是在Facebook这边 没有做投放 对吧 像那个分割线应该是 就是准备出海 或者新出海 然后在Facebook没投放的话 就是可以先优先去联系 旅员这边 对吧 嗯 是的 对 如果是 全新的客户 对 我们会优先去看 那如果已经是开户的 一些高潜力客户 以及有比较好的 长期的海外推广计划 也可以取得联系 我们有一个高潜客户的一个项目 也可以去推荐 嗯 明白 然后那那个 就是回到那个金融这个角度 就是说因为 我也是能感受到 就是说 其实从Facebook这边 就当然 李源也说了 就有一定的前提 就是说它是 相对比较正规 对吧 或者说 或者说是拍照也好 怎么样 就是相对比较正规的 那么在Fintech 这个方向上来讲 应该说 Facebook从平台角度来讲 也是比较欢迎的 对吧 就或者在政策角度来讲 是大概什么样的态度 就其实相当于 也给大家再简单的描述一下 对 嗯 好的 了解到 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点 其实 就像你刚刚有提到 其实只要是正规的 健康的产品 我们都很欢迎 然后呢 关于Fintech这边 我说一下数字货币这边 数字货币相关的产品呢 首先 一它要申请白名单 然后呢 其次就是 有不同国家的话 有一些 如果比如说你在 你在美国 日本和澳洲 有获得他们的一个 也拍照 那你是可以去 进行投广告的 但是 尽管这样 还是要获得白名单 才可以 还有就是 对 然后那还有就是 现金贷的产品 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它会有一些要求 比如说受众要18岁以上 以及对你的还款周期 也要有要求 那详细的信息 我们在我们的 广告投放的政策上 都会有 有介绍 就是哪一些产品 是明令禁止的 哪一些 是需要白名单 才可以的 对 所以相当于就是 应该总体上 政策也是 欢迎金融的 但是在这个具体的 这个细分类的角度上来讲 相当于大家要 了解这个政策 就是咱们这个 广告投放政策的 这个变化 对吧 然后这样才能够 符合 整体的来看 嗯 是的 嗯 明白吧 那因为我 我也是结合 比如说刚才那个 可能 瑞那边有提到 比如说有两个行 因为可能那个 旅员这边也提到了 就比方说 区块链这个方向 对吧 然后比方说 借贷这个方向 那比方 在这个方向上面 比如平台在 比如旅员可以探究 比如说给大家的一个 提示或者注意 看看怎么 因为刚才也提到 就可能增长比较快 就相对增长比较快 嗯 注意的话 首先一 还是要关注我们的 那个广告政策 还有一些 各种社群规则等等 那上面会很明确的 规定了说 哪一些细分品类 是不能发布广告的 哪一些是需要 白名单才能发布的 以及哪一些是需要 有更多的 对于你的受众要求 比如说 现金贷的话 它是要有 用户要18 18岁以上 以及还款周期要求 这些是要注意的 那如果在座的 有一些 类似这样的 类型的广告主 想要投海 出海 做广告 那建议 第一时间 也可以与我们的代理商 进行联系 能否投放的话 我们都会 有会去解答 对明白 那那个 就是最后 我们再转到那个 就是 因为咱们PPT的最后节 就是这个 最佳实践 就是在金融 就是最佳实践 那我听下来 是不是可以理解 就是说 客户还是投这个 AEO的比较多 就是相对来讲 就是它能够达到 一个客户的要求 以及相应的 这个结果出来 对吧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其实我们广告 类型和B顶的 一个类型都有 还有很多 那AEO是其中之一 那这个其实也要看 刚刚有提到 商业目标嘛 要看广告主的目标 是什么 那最终的话 如果假设你是 你是为了下载 为目标 那下载是你的 一个优化方式 那如果你是要 触发到内部 比如说你下载以后 一个举个例子 如果是一个 证券交易的APP 你希望用户下载以后 它可以注册 或者是怎么样 那AEO的话 就是一个 很好的优化方式 对 对明白明白 那这边其实 李源也给我们 那个介绍了 相当于说 在金融这个领域上面 大家怎么说 就是反正多关注 这个平台的政策 的一个变化 对吧 然后呢 就说相应的 就是在这个 政策允许范围内 就其实它有空间 还是很宽广的 对吧 然后另外就是 如果大家是 新的就是关注海外的 这些开发者也好 公司也好 也欢迎就是 及早的和李源 以及所在的团队 取得联系 好啊 就是谢谢金总 然后最后一页的话 有我的微信 大家可以扫码 与我取得联系 或者如果大家已经 与Enjoy这边取得联系 也可以通过他们 来联系到我们 对对对 好的好的 那今天就 时间关系这边 也再次感谢 李源给我们带来的 这个分享 好 感谢感谢 好的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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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